偷偷的告诉你哦 以后啊你要是吃饭没有胃口了 可以试试我这道腌辣椒 开胃又下饭 首先辣椒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螺丝椒皮薄肉脆又好吃 一分为四放到碗里加入洋葱香菜段 加上平常炒菜两倍的盐 给它抓拌均匀腌制一个小时 锅热倒入一瓢水 加上一把花椒三个八哥一勺盐 几块老冰糖 最后再加入生抽陈醋 给它熬制一分钟以后晾凉 这时候啊我们把辣椒攥干水分会更加的入味 每天都在用心的叫做菜 麻烦给个小猴星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 碗中倒入姜蒜小米辣 放凉后的料汁倒到碗中 用我们勤辣的双手给它翻拌均匀 腌制三个小时以上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子做的腌辣椒香辣爽脆 特别的好吃 吃不完了盖起来会更加的入味 就个面条啊 就个稀饭都特别的好吃 你也赶紧去试试吧